的课文 哈喽各位脸书前面好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小市民大梦想听你说你的事 今天我们这集呢很运动 是一個運動風圍主題 看到這個在座的 我們有兩位鳳山慢跑的 這個高手中的高手 高手高高手高高手 所以今天呢 我們要談這個路跑主題 我們從鳳山出發一起跑吧 那今天特別來賓呢 我們邀請到鳳山慢跑協會的理事長 楊明道楊理事長你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鳳山萬跑的理事長 楊明道大家好 鳳山什麼跑 鳳山萬跑 鳳山萬跑的理事長 還有我們這個鳳曼的跑友 我們的施惠國 國哥你好 大家好 我叫施惠國 15人一個 謝謝 15人一個可是腳緊用喔 很骯髒耶 謝謝謝謝 今天這個 特別談路跑呢 其實也跟明天的大活動有關係啦 先講講這個明天大活動 為什麼有關係呢 其實我認識這個 楊明道理事長 是這一年多來 這個大高雄38區公益路跑的活動 我記得這個活動 大家都知道是趙天的一位 從這個納馬下 前鎮 海邊還有什麼 紫關 或者是市中心區的 三明區 鳳山也有 五角又跑過 納馬下桃園 還有好幾個地方 每一場都是理事長 特別那個當綱主持大任 帶著所有的跑友 整個策劃啦規劃 還有整個進行的方式 都是理事長一手這樣主持 帶著這所有的跑友 從這個海邊跑到山邊 從海港跑到這個算是河港 這個很多的高雄的地景風貌啊 都是在這個大家用雙腳跑下 進入眼簾 讓大家留下很多深刻印象 我記得這個活動還是從幾百人跑到幾千人 是是是 對對對 所以談這個活動呢 這個跟明天的大活動也有關係 在宣傳明天大活動之前 要先聊一下這個理事長 是不是先理事長 先自我介紹一下 是怎麼樣跟路跑結識 開始用一身的力量 來跟路跑來做更多的接觸 首先我是本身從小時候 就很喜歡跑步運動啊 從事其他各項運動 那我是一個軍人 我從在軍中服役的時候 就還是一樣有接觸很多這個 相關的運動跑步的工作 但是在77年就1988年的時候 我退伍下來的時候 1988年 1988年 77年的時候 我退伍下來的時候呢 那我擔任我們 前高雄縣議會議長 許福生許議長的秘書的時候 我還是一樣持續不斷的 在從這個跑步的工作 那在軍中的時候 我也曾經資源在左營奧運選手 當體育官訓練官的工作這樣子 那時候呢 我們剛退伍下來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台灣的一整年的 馬拉松的場子 大概是只有六場七場 這等於說 全國性的 全台灣只有六場七場 一年大概是六場七場 現在台灣可能一個月就是十七場 一個月的十一場 二十七場 禮拜天通通 這個賽事這樣 每個禮拜都在跑 那我就一直從事這個跑步運動 接近快馬拉松的運動 或是跑步運動快三十年 一直就沒有放棄掉這樣子 是這樣一個 投入一個慢跑的一個工作這樣子 這個算是生活的一部分 不只是生活一部分 快變成生活的全部 生活的全部分 算這個是職業 也算是職業了 畢生的置業了 置業跟職業 各一半加起來 一生的工作 所以看到這個 理事長 照片裡面你是哪一個 中間 中間 林巴士嗎 林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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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張照片是當初我們鳳山萬跑協會 我們鳳山萬跑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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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民國83年成立 那這一張照片也是要大概在 14年前 15年前的時候 那時候馬拉松 鳳山萬跑協會 鳳山萬跑協會 有一個叫馬拉松 馬拉松隊 馬拉松隊 這一P算是最早 最成員 最早的一個 馬拉松 我們鳳山萬跑協會裡面 最早最成立的一個 馬拉松隊 所以這照片是80 大概在民國87年左右 87年 距離現在是 十幾年 二十 二十年了 二十年 也沒有那麼早 但是應該也十幾年 十幾年 二十年的時間 哇 所以 所以理事長的這個 慢跑的這個歷程 已經到現在 當時是 快三十年 三十年 我是七十七年 七十年 快三十年 今年是 一十六 三十年 哇 真的是用畢生的置業 和生活的全部 投入路跑的這個運動裡面 好 這個 剛剛聊完這個理事長部分 我們要訪問一下 國哥 國哥 請你自我介紹一下 好的 大家好 我原本是臨原子弟 然後長大之後呢 就在臨原區 石化工業區 就就業 然後身為上班族的一員 當然有健康的身體是很重要的 所以說我以最簡單 及全能性的運動方式 那就是慢跑 這也就是我很喜歡的運動項目 那在2011年的時候呢 就在種種的因素之下呢 舉家搬來鳳山 然後平常呢 就在居家附近呢 跑跑步啊 那有一年 就是在居家附近的道路上 看到插滿了旗海 旗鎮飄揚啊 了解之下是鳳山慢跑協會 所舉辦的這個 那個跑山校樂園馬拉松啊 所以說過起了這個軍人魂啊 想當初那當兵的時候 跑五千公尺啊 當兵跑五千公尺 對啊 的一些酸甜啊 所以說當下就是說呢 決定呢 隔年一定就是要來報名 那個參加這個跑山校的 這個馬拉松的活動 那參賽的時候 哇一到會場 人塞人海啊 那個熱鬧飛環啊 然後就是一下就感受到 那一種無比的 嗨的氣氛 那麼多的志同道合 還有這麼熱愛 這個跑步的運動者 是如此的多啊 那參賽的過程中啊 又就是跟著前面的人 這樣子一直跑 我也是很懷疑說 我的出半馬 這是我人生第一場出半馬的馬拉松 也沒有跑過這麼21公里的距離 就這麼輕輕鬆鬆的玩賽 而且在抵達終點前 我還刻意停留下來 讓我老婆拍幾張美美的照片 才到達這個終點 得到了成績之後 一小時46分 我覺得啊 滿好的成績啊 當然是落選頭 那時候是第16名 所以說是很棒的 雖然是落選頭 但是那個怎樣 自在那個參加啊 就是透過這個運動啊 達到健身啊 沒有說 因為要得名字啊 的因素啊 所以說 留下了很美好的印象 所以說 一頭就在進這個馬拉松的行列 哇 這個國哥 你半馬21.7K 跑了一小時46分 這樣平均數是抓多少 這其實我也沒有去算過了 平均這樣應該抓起來是 因為出發點 當初的出發點就是說 來感受一下 應該是四分多吧 四分多是很快的耶 你的出半馬就是四分多 有感受到現場的氣氛喔 真的實在是 無形中就是會怎樣 加強這個速度 真的耶 就是那個自己一個人跑 跟一大群人跑 氣氛不一樣 氣氛不一樣的 你一直在打氣的時候就會 無形中的那個體力啊 就會爆發出來 對對對這個理事長應該特別的 是 有經驗 自己一個人跑的時候 感覺會很孤獨 可是一群人跑的時候 是很興奮的 自己一個人跑 跑長跑會比較孤獨 嗯 比較寂寞 有可能累的話 那個疲憊很產生的話 就跑不下去 就很容易想要自己放棄掉 沒錯沒錯 一群人跑旁邊就會互相交流 說不要停下來 我們繼續繼續 就會克服那個 那個叫做撞腔期 撞腔期啊 批發期啊 寂寞期 寂寞期 對沒錯 對對對 那這樣 呃 理事長跟國哥 都是算國內的 一等一的好手 那你們應該也有 這種國外的賽事經驗對不對 呃 我國外賽事我是跑了很多啦 那我印象比較深刻 是在2005年的時候啊 我去參加 那個日本 北海道的 日本 薩羅馬虎 一個 一個100公里的一個 喔 就是100公里的一個 超馬的一個比賽 所以那場賽事是世界認證的 IAU也認證的一個賽事 那所謂的那個 它有區分就是說 世界杯的話 他們是有各國 國家派遣的代表 接近200個 那有一般的選手 像我們這邊是一般的選手 大概是會接近2000個 是 那我們台灣呢 我們台灣的跑團 那時候我記得印象中 好像170幾個人過去 但是他不是全部跑100公里 他有分50公里跟100公里 是 那個時候 2005年大概是我 人生的跑馬的世界裡面 大概最巔峰的時候 因為我整整用了7個月的時間 來準備這一場 100公里的這個 準備的工作這樣子 所以我在那一場裡面啊 得到我9小時36分鐘 我就進場 9小時36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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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進場 剛剛有一張圖片 是 那個是我的完成證書 完成證書 而且我們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這一張的完成證書 跟我們國內目前在幫忙 是完全的不一樣 不一樣 他除了把圓 左邊那時候 把那個路線圖標示出來 我們終點這一張照出來 我們照出來 他每10公里每10公里的位置 還可以我們做幾 幾小時過去 幾分鐘過去 然後你在這個時候過去 的人是排行第幾個 然後在上面那個曲線圖 是中間那個曲線圖 是你的曲線圖 然後最上面一個曲線圖 這樣一個曲線圖 那個標示說 你的身體在幾公里 幾公里的時候 你的身體狀況 你的配速差多少 然後在左邊的話 就是你的成績列表 在左邊 所以它那個圖標 它有兩條線嗎 它底下那條線 它應該嚴格講起來 是三條線 三條線 上面那邊還有一條平行線 還有一條平行線 所以最上面是你的速度的平均 它就會看出來說 你在從0到10公里的時候 是多 配速是幾分鐘 中間這一條呢 中間這一條是我的 是你的 中間這一條是我的 上面那條是最佳成績 最佳成績 那最底下 最底下就是你身體狀況 不好的時候掉下來 哪一個地點 哪一個地點的時候 你是掉最多的那個地方 喔 那個所以它那個 那個掉最多 那個掉最多就是 那個在日本的 它有規定在55公里的地方 它有一個強迫休息站 對 所有選手都要進去做補給 做換衣服換襪子的一個工作 那個地方 大家每個當然都會掉下來 因為停頓在那邊 時間大概不一 所以這個沙烏馬 這個2005年 這個世界盃的 這個100公里的超馬 應該是算我馬拉松的世界裡面 但我當然覺得 是很自傲的一個地方 那是我個人的正規馬拉松 是在ING 成績是大概是3小時 3小時5分左右吧 應該是3小時5分左右 全馬3小時 全馬3小時 3小時5分左右 在國內我們的ING 那此外我也去跑過泰國普吉島 我也去跑過 因為國外我也跑好多場 沒有太大太多的琢磨在上面 那這樣台北ING3小時05 跑全馬的話 均速是抓在 就是4分17秒 因為我們當初設定 4分17秒 我們當初設定 就是要破3小時的境界 對 你如果說從頭到尾 就維持4分17秒 你這樣破3 還包括你的補給都在裡面 對對對 所以我們要破3 不要說破3 就是像阿國他們在跑 可能補給站也沒有在停 就水啊 杯子啊 拿著就直接 然後就邊跑邊喝 所以這個時間 這是一個算 你要是全馬要破3個小時 的話 就必須4分17秒 從頭到尾 嗯 那我們當初就用這樣配 但是配到後面 就體能沒有辦法支撐到最後 所以說變成3小時5分 差5秒 差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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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分近戰 是這個樣子的 這個是大概是我個人跑馬拉松 正規馬拉松 還有超級馬拉松 100公里的這個境 這個稍微跑100公里 比我們在跑12小時 24小時 壓力還要大 因為它規定每一個10公里 20公里 30公里 它就有一個時間管制點 哦 你知道什麼沒有到內 它馬上就關門 再跑過去也沒有用 哇 所以就把它帶回來 那所有12小時 跟24個小時 它是你在40公里面 跑多遠 跑多少距離 它不管你有沒有停下來休息 或睡個覺 那不管的 那這一種是壓力很大 有壓力的 是有10公里 有一個關門時間 壓力很大 要挑戰這一場 IAU的這一場 燒得馬路這一場 困難度很高 這個可能用這個數字講 那個觀眾 可能不一定有馬上有概念 100K大概是從哪裡 從高雄到哪裡 到恆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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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了9個小時 9小時36分鐘 9小時36分鐘 我記得那個上個禮拜 趙天林立委去跑這個 12小時 它是85公里 85公里 就是一直跑 一直跑 它是沒有限距離 但是就是你時間要把他跑完這樣 12小時跑了85公里 對對對 我這種壓力很大耶 哈哈 這個壓力當然比較大一點 對對對 那不要跑到85公里的時候 就有90公里被接收 哈哈哈哈 前面可能就 什麼意思 你如果跑到80公里到了嘛 對不對 但你跑到90公里的時候 已經掉下來 那剛好90公里前面就被接收 前面跑了就不上 沒有完賽的意思 就沒有完賽 哇哇哇哇 所以我們都台灣的發展 跑去那邊跑的話 大概是跑40公里 50公里看一看不行 那就上車了 因為後面可能就追不到了 對對對 壓力很大 那國哥有沒有什麼國際賽的 因為我也是剛踏進這個馬拉松這個行列 那當然就是說 如果說沒有像那個會長這樣 有虧荒的成績 但是個人來講的話 就是說在半馬上 我也是有跨進這個90分的門檻 那全馬上呢 我也是有那個灌破這330的成績 那如果說 但我的參加這個馬拉松這個活動 我是以健康 健康 當然就是健康 這我的目的這樣子 但如果說像我最好的成績來講的話 我還是一直留在最好的印象 就是說我的出半馬的成績 1小時46分 因為沒有成績啊 還有這個比賽的壓力之下 達到這個1小時46分 是快快樂樂 於於快快的完賽 而且沒有說什麼運動傷害之類的 所以說這是我覺得說 這是最好的成績 所以這個路跑運動 其實都是以健康為出發 這個跑到後面當然是因為 可能平常跑的時候 我想說挑戰自我的方式 參賽 看自己有沒有突破那個速度 對對對 這回頭來聊就是說 看到這個理事長跟國哥身上 都穿個鳳三慢跑 這個大家都知道 高雄最大的跑團就是鳳曼跑團 那理事長又是這個鳳曼的主要的leader 帶著大家每一個禮拜 都在陳情虎或者是不同地方的這個練習 不管是會內賽 或者是參加各個那個不同的馬拉松賽 那理事長是怎麼樣帶領豐曼的 首先我必須要報告一下 因為如果以人數來算 我們鳳三慢跑協會不敢是說 我們高雄地區的最大團 但是如果說以真正實際 從事這個跑步運動 鳳三慢跑協會 我可以打爆票 我們現在鳳三慢跑協會是最大團 人數我們不敢是說最多 那因為我們鳳三慢跑協會 在民國83年的成立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立案成為正式的一個協會 這個在當初來講是很少 以前我們台灣的跑團成立的時候 大部分先開始 一開始都是用俱樂部的一個方式 先成立 但是鳳三慢跑協會在83年的時候 我們一成立就已經立案成立一個協會 那時候主要活動 是以我們鳳三熱帶的園藝試驗所 那邊做一個主要練習一個場地 跟練習一個方式 然後那時候大家也不是說很科班的去練習跑步 就主要是一個區域型 社區型 大家在那邊聯誼 練整體 聊聊天 這個一些知識的交換 那一直到大概在16、17年前的時候 我進入鳳三慢跑協會 那時候是帶了大概十幾個好朋友 在陳慶我們成立一個正式的一個 鳳三慢跑協會的馬拉松隊 那我就擔任馬拉松隊的資金長的工作 那就開始收集一些資訊 然後負責帶我們這幾位十幾位好朋友 就負責出外去比賽 就剛剛前面那個照片 對對對 蠻早的 那時候鳳三慢跑協會會員還蠻多的 但是真正在從事這個 有出外去競賽性質的朋友 並不多 是這樣的一個方式 那我接手之後 我後面又當總幹事 又當了12年 那時候全台灣的比賽 我剛有特別強調說 全台灣的馬拉松 大概一年大概有六場七場不等 那我們南部地區 要到北部區去跑 北部地區的朋友 就要南部地區來跑 這樣子 那時候我們就結合 我們高雄有幾個的跑團 比如說場景棒棒 中間棒棒鞋等等 我們的遊覽車 住宿 大部分都有我來在服務 所以說很多好朋友都會一直叫我 說我是南部的執行長 南部的CEO 這樣一直叫 現在比較心近的一些跑友 不知道這個原因 那我接手 我是從當總幹事之後 就比較說整個全台灣省的跑團 比賽 或者是比較心近 我們就比較有帶隊出去比賽 也曾經在泰亞度假村 我們有一個 他們也舉辦了一個叫做 泰亞大車兵馬拉松的大車兵 然後比一下看整個團隊一起進來 成績是最好還是怎麼樣 那協會這邊就組成小聯盟 小聯盟的意思就是兩個到29個 那我們都是小聯盟 我們組兩隊 成績組到兩隊 那每一個最起碼就是在5小時之內要完成 5小時之內 29個都要5小時之內完成 那我們協會就連續三年大車兵的總冠軍 從泰亞度假村到惠村臨場的距離是 就是泰亞度假村 那邊跑出來糯米橋 從泰亞度假村右轉到糯米橋 然後再回信 到國信鄉再回去 再往惠村農場山上跑 然後再回來 42.195 42.195 而且都跑山路耶 對 那個是山路 那個是空氣很好 沒有什麼車 但是是加野道 加野道 那個真的有時候真的是 跑不上去 去惠村農場的時候 在澤灣點27公里那邊有一段 22左右開始上山 那一段真的是加野道 不是空氣很好 不過到澤灣點之後 就看到澤灣點回來 就大家很高興 下破的時候 這個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 我們漫跑協會 不只是說比賽爭取容易 比如說我們很多好朋友 我們利用漫跑的過程當中 來去做很多公益的事情 所以說我在風山漫跑協會 這服務的這十六七年來 我感受也很深 我們就把我們風山漫跑協會 慢慢轉型 變成我們真的是以愛跑步 愛運動我們做結合的一個團體 那我們在行有餘力之外 我們投入一些簡單的一個公益的工作 我們在做公益的過程當中 我們不離開我們跑步的這個中子 中道的地方偏遠太多 對 我們也不去請換別的協會 別的單位的領域 比如說三項鐵人 像風山漫跑協會 其實最早的三項鐵人也很強 我們也擁有 神業也擁有說奧運的國手 但是我個人認為 各個協會各個什麼 他們有一個領域 專業領域 就是這樣 我們這樣經營 風山漫跑協會這樣 二十三四年來 這樣來經營下來 再透過我們跑三校 很特色的行銷 不只是在全國 例如大高雄還有全台灣 十個特色馬哈松 介紹給國外聯繫的一場賽事 是這樣子 剛剛理事長講到跑三校 可能他請理事長再跟觀眾 更多的解釋 因為很多網友 他不是跑友 他不知道所謂跑三校 是哪三校 是 很感謝志宏給我這個吉野生 幫我們現在跑三校正在報名 因為我們跑三校 明年就第九屆 也是最終回 跑三校就是大概八年前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鳳山 還在鳳山寺 我們前市長 現在立委 許志杰、習立委 幫忙之下 我們把陸軍官校 從陸軍官校出發 跑陸軍步兵學校 然後中正育校 棒馬就一圈 就回來一圈 然後全馬要兩圈 那現在步兵學校 已經改成步兵指揮部 這個在九年前 算十年前的時候 嚴格講起來是天光一台 不可能的一件事情 因為以前有很多 當地民放活動的時候 他們最多只跑兩校 對 就部校跟中立育校 或部校跟官校 從來沒有串臨過三校 那隨著時間這樣過也很快 我們現在明年就最終回 還沒有報名的 好朋友要趕快報名 最終回 最終回 未來呢 未來就 我個人因為現在整個的 跑步的環境 大環境 改變很多 對 那跑三校 除了說跑三校 全世界 甚至全國一格 全國全世界一格很大 特色在軍校院區裡面 幾隻只有大概 三百米的公尺 是暴露在外面的大馬路 就是步兵學校 步兵指揮部到 中正義校這一段 鳳底路這一段而已 他非常安全 但是呢 整個大問題 但是我們 跑三校 從來沒有得到 公部門的這個 信費的資源 所以這個對我們整個 幫活動來講 是一個很大的壓力 是是是 或者特色馬拉松 應該要多一點公部門 當然當然當然 我希望是這樣 所以那個集中 有三個奇蹟嗎 如果三個奇蹟 如果出現 最終回就還可以討論 最終回 雖然不是最終回 所以你看那個 最終回 賣相第十年 如果有奇蹟 有三個奇蹟 所以就是要 趕快擴大報名 大家趕快來報名 所以那個奇蹟 大家的雙腳之中會產生 有三個奇蹟能夠挽回 最終回 三個奇蹟 三個奇蹟 當然講起來有一點 比較這個 開玩笑 我如果中大樂透 威力場 這也是一個 第二個就是比如說大公司 不願意支持 非常願意贊助支持 掛名都OK 掛名都OK 不然就是公部門 還有經費幫我們治療 奧員 再來第三個就是 我們趙天穎委員能夠 對對對 當選市長 趙天穎委員 能夠也入主 我們高雄市政府 他下命令說 不准停 這樣 以上就是三個奇蹟 這個奇蹟 應該是 應該是努力一下可以達成 好 那我們就大家一起努力 我們希望第九年不是最終回 好的 謝謝志總 好友一起加油 越多人報名 這個就是第九回不是最終回 這成為全台灣幾大特色馬之一 十大八大 十大特色馬之一 可以不要最終回 而是一直都有 持續進行來舉辦 而且跑三下 我補充一下 我們跑三下當選 去年度高雄市 四大經典引引賽事 四大經典引引賽事 對 四大經典 高雄馬拉松 阿公店馬拉松 然後那個 鋪馬夜跑 然後還有 跑三下 對 不過這個因為 現在路跑越來越盛行 所以蠻多 開始有留言出現 對不對 我這個留言是不是可以請 這個 李治長也跟我們講 有哪些留言了 慢跑留言追追追 是是是 現在跑步上面的話 因為大家都每個人 每個條件 大家都不一樣 最近就大概有一個就是說 穿拖鞋路跑 世界很潮的事 為什麼要穿拖鞋路跑 這個穿拖鞋路跑 我也覺得蠻訝異的一件事情 如果說簡單講 如果可以穿拖鞋跑 那些廠商就不用再做些鞋子 而且設計的越好 但是也有一些另外一種 討論一種方式 就是有一些他們的學說 也有專家也有學者說 雖然想說 穿拖鞋跑可以調整什麼 什麼東西這樣子 但是以我個人的看法 這個中頂山頂 人各人是每個人 有每個人要享受的方式 那如果說你只要跑著健康享受 這個賽事的話 當然這個是可以討論的空間 但是如果說你真的是有成績的 要比賽的這種 像我昨天剛去跑田中馬回來 剛好下雨 聽到有跑有跑過去的人 聽到聲音很大 就穿拖鞋 因為地上都踢血 就走走走走走走 那個聲音就是拖鞋的聲音 那我們現在鞋子的設計 就是保護我們懷關節 就是它已經設計到很包覆式 幫我們鞋子設計很好 但是我也不去特別去說 否定掉說穿拖鞋的好朋友 他們是不對的 我也沒有這樣講 這講說不對的 他搞不好很享受在穿拖鞋的享受過程 所以差別就是差別在於 如果是跑健康型的可能還可以 但是如果要跑競技型 當然當然 就不太可能穿拖鞋這樣跑 所以這是馬拉松的留言第一個 那我們第二個是什麼呢 慢跑完可以喝啤酒嗎 這個如果說 純粹就是來講 以醫學醫生的方面來講 雖然我不是醫生 但是我們也請教過很多的醫生的跑舍 當然這個是比較99%的不好 就在跑步跑場上99%的不好 但是我們台灣的跑場上 現在有一個很激情的現象 這個我想這樣應該 大家嗨就想喝酒 這個我想這樣 公共廠有講這個要負責任的 因為現在很多我們的跑友 很多的補給戰 只要看到那個啤酒 大家回來就會講說 這個是一個優質的Size 因為在跑場上面的時候 有時候看到冰冰涼涼的啤酒 大家很想去喝一喝一下 補給這樣喝啤酒 喝完就去跑嗎 對啊 那有的人攤杯 有的人喝一小杯就走 有人看到 不多喝一點 還覺得很奇怪 所以說 以站在健康醫者的立場來講 我覺得這個是 較大多數的不好啦 不對啊 但是以少部分的朋友的立場 像賽事上面很多朋友的立場 他可能覺得說 有一個啤酒冰冰涼涼涼的 覺得會不錯 但是我個人 以個人只要我辦了賽事情 我這裡不會有酒精沈溫的東西 進到我的場子裡面 這是我個人的看法 安全還是第一 對 因為每個人在跑步 我們在跑馬拉松 那個是一個極度 強度很高的一個運動賽事 那你喝酒類的東西 我個人比較 我比較站在比較 否認 否定的一個立場 來看這件事情 但是我不敢去否定到每一個人 這樣子 每個人興趣不太一樣 對對對 每一個人興趣不一樣 但是就健康來說還是不要 當然當然 應該是這樣沒有錯 那第三個留言叫 跑者體力戰 華龍舟大丈夫 什麼叫華龍舟大丈夫 這個華龍舟大丈夫 這個應該講是 不是講華龍舟大丈夫 我這個當初我也是講說 因為跑步 我們剛剛有講 就是沒問題 來祝福 來祝福 應該不是只有說 跑者體力好 滑龍舟單向一個運動 因為跑步是所有的運動之母 跑步是所有運動之母 你看美國大聯盟也好 什麼籃球NBA也好 跑步就是所有運動的一個 那個之母 從那個跑步裡面 訓練我們下半身的力量 支撐 但是我在講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以前有人在講說 運動最好是游泳 我們身體全面性全體性的運動 是最好 他後面慢慢調整 叫做跑步 跑步的運動 為什麼說跑步的運動跟游泳是怎樣 因為他叫整體性全面性 那譬如說滑龍舟也好 或是打羽毛球也好 或是打網球也好 打保安球 那可能變成一個單邊運動 所以我們人體的 人體力學來講 那可能就是一個單邊 單邊的運動 那年輕可能還算OK 年輕的時候 我們當然骨骼 筋骨都還算很好 但是隨著年齡 年齡慢慢肢長的時候 你可能單單一個單邊的運動 單邊的運動 可能是不是會對我們身體 我們人的身體 我們身體直立性的動物 全體性的動物 像我們跑步全面性全體游泳 全面性的一個動作 所以可能會比較說更安全一點 是 是這樣子 不是只有說當然滑龍舟 可能滑龍舟因為他坐在那邊 他只有單邊的這樣 都靠我們腰部的力量 對呀 腰部跟手的力量 腰部跟手的力量 那可能就比較單邊 可能比較說吃力一點 他是用腳力 對 用腳一蹬 用腳的蹬 用手背這樣 就上半身蹬 但是他的腰會有點 對 腰一定會扭到 沒有辦法就是正 那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盡量從事運動 隨著年齡的改變 我們慢慢選擇去運動的項目 運動的項目 是的 好 那還有這個留言 第四個是什麼呢 慢跑得名好像很容易 大家是不是都是要慢跑搶得名 這個 這個給阿國來看阿國 國哥最近比較常得名 我已經很久沒有得名了 沒有沒有 其實隨著現在那個 不管是那個國外 我們國內這個馬拉松的賽事 越來越多啦 那你看每個禮拜啊 賽事都是好幾場 那所以說不像說會長他們當初啊 早期啊 一年才舉辦那幾場 而且都是他們就是有計畫性的 來訓練 來爭取最好的成績 那現在像當然大家的出發點都是以運動為主 那這個就是說有可能 有可能就是說 大家都在參賽 那現在不是說以這個成績 當然有的是真的實在是以成績為主 那像我這一類型的 幾乎就是以這個運動啊 那喜歡參與這個運動賽事這樣子啊 那跑得好的話 那爭取到一些成績的話就很高興的 也是光榮感容易感 對那有可能這個主辦單位啊 就設的獎會比較多一點 來滿足各個層面的這個跑友 應該是這樣 這個跟這個過往的那個賽事比較少 跟現在賽事很多其實有關係 當然有關係 這個我補充一下 因為以前比賽賽事少 現在比賽賽事多 他把一些選手都稀釋掉了 分流掉了 分流掉了之後 但是他設的獎項還是這樣 他可能以前我們要跑到上 全馬要跑到三小時 十幾分才會上突台得獎 那可能就四個小時 或三小時五十幾分才可能得獎 也就是他得獎成功的機會比較高 應該是這樣講的 等於是說變成他賽事的大小 或者指標性賽事 可能不同的高手就參加不同的賽事 對 可能一般的賽事真的高手就不會想參加 因為那個可能得獎就太容易了這樣 那個賽況的路況也沒有像比較大的 指標性賽事那麼好 當然 當然 那這樣 嗯 其實那這樣 理事長跟國哥 是一個很專業的跑者 那也是一個選手 那有沒有要跟我們廣大的網友 可以勉勵幾句 大國 慢跑可促進我們身心健康 那一個人的體驗到 就是說我們也是可以沉澱這個心靈 釋放出各層面的這個壓力 達到正能量 而且也可以減重 在這裡我也報個料 我們楊會長 他原本是90公斤的大胖子 98公斤的大胖子 但是他就透過這個慢跑的這個運動 然後這個訓練 他就在一年半的時間 體重呢 就降到那個59.5公斤了 而且呢 他還怎樣 衝到他個人的最佳成績 100公里 他跑了9小時36分 而且在IMG呢 他也是那個全馬 他也那個達到了3小時06分 有制者致進程 你也做得到 所以正能量減壓 有制者致進程 你也做得到 所以就是從現在開始跑吧 一起跑吧 一起 一起跑吧 這個一起 我有穿這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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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露一下 露一下 那理事長要跟大家免疫幾句 也宣傳一下 就是明天2萬人夜跑對不對 是的 我這邊特別要提出來 跟各位呼籲一下 也邀請各位好朋友 明天就在明天 明天下午3點鐘開始 在我們的高雄市中市文化中心 我們趙天宁 趙偉雲 我們大高雄工藝王跑的 最終回第38站 第38站 從明天下午3點鐘開始 活動一直在十一進到 進行到晚上的8點半鐘左右 那我們前半段呢 我們就是有一些現場的展覽 這個攤位 博覽會 還有我們的回顧展 還有很多的活動 那我們的大會開始時間是5點半鐘 5點半大會開始 6點鐘準時起跑 我們的距離是8公里 我們距離是8公里 我們這一次有幾個特點 第一個我們邀請到 我們世界六大馬拉松的兩大馬拉松 一個是東京馬拉松的執行長 東京馬拉松的執行長 東京馬拉松執行長 趙偉宗昭先生 還有柏林馬拉松執行長 Michael 全世界六大馬拉松 其中有兩位馬拉松執行長 要明天晚上來到我們高雄 見證我們台灣 歷史上夜跑人數最多2萬人 2萬人夜跑 2萬人夜跑來一個活動 我們整個活動從下午3點鐘 一直進行到晚上8點半鐘 很多的活動現場 很多的表演 這個活動 希望說大家明天能夠來 給我們做歷史的見證 給我們做歷史的見證 同時也來參加這個歷史的 有意義的活動 跑步總共有10個受政團體 我們要用明天2萬人的心跳存者 測多少錢 我們要趙天林委員 我們的橄欖式基金會 我們會依照我們的心跳存者 每個跑者的心跳存者 會捐出我們相對的贊助金 跳一下捐一塊 跳一下捐一塊 那總共我們要有 總共明天晚上 我們總共有10個受政的團體 要到達現場 10個受政團體 因為我們2萬人要出來跳一跳 跳起來那個數目很大 所以說明天晚上 就在明天晚上 明天下午3點鐘 如果說你趕得來不及的話 歡迎你到現場 也敢於我們的程度 共同創造台灣歷史上 最大的一場 夜跑 也就是其中創造歷史的一員 歡迎各位 謝謝 所以我們看到剛剛那個圖像 就是夜跑的集合地點 就在高雄的文化中心 下午3點開始 明天下午3點 文化中心 我們會沿著五福路 凱旋 四圍到三多 成功在五福路 一路跑回來 2萬人在高雄夜跑什麼狀況 有可能就是 那個起跑的人 快要跑回來的時候 最後還沒有開始 遙遠在路上夜跑 你看我們這個一起跑 11月18明天最終場 有沒有回顧 你看有這山、海、河城、農、魚、晴、雨 就是在小港那一場對不對 小港第二次場 過半的時候小港場 那時候是上千人 我們抱已經抱了三千個 我們跑五公里 我們大家那時候嚇壞了 三千個人擠在五公里的路身上 那天老天爺也給我們考驗一下 下了好大一場大雨 但是來了一千多個人 陪著趙天霖 那個下雨 雨真的下的好大好大 我們一樣把它完成 很棒 這個節目的尾聲 我們要先做一個 很謝謝今天陽明道理事長 還有這個司惠國 郭哥今天特別到場 來分享我們這個路跑的經驗 邀請所有的朋友 就是明天下午 好不好 明天下午3點 一直到晚上 我們有一個很棒的夜跑加年華 就在我們的市中心區 在我們的林雅區 在我們新興區 在我們前津區 從文化中心開始 繞了一圈 回來文化中心 這個盛大的 創臺灣歷史的一個路跑 夜跑活動呢 邀請各位來參加 那我們節目尾聲呢 也跟大家做一個預告 下個禮拜呢 我們就是要訪問到 一隻魚是來自鳳山的小 這個小女生 他也是我們整個 這個小市民大夢想 這樣的logo 這樣的圖像的這個 這個破畫者 那也要請他上我們節目 來分享 怎麼用一個藝術的觀點 來把他的想法 宣傳給更多的朋友 那我們在節目的最後呢 我們也要看一段影片 是我們這個一起路跑 我們走 跑過38區 所有的影像的紀錄 分享給大家 那我們就跟觀眾說 Goodbye囉 OK 大家拜拜 明天見 一起 下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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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